那時候是頭皮發麻 然後一陣脹 然後就是眼睛的視野突然間變小 好像有荊棘從我眼前這樣集中 然後我突然間 什麼東西往眼睛集中 就是荊棘啊 像那個睡眉的那個樹 一直爬城牆那個感覺 往眼睛周圍的中間集中 那集中的過程 我想說這個是不是我太累了 結果後來我在要往前走的時候 我發現 我的腳明明有跨出去 可是我感覺不到地板 嗯 這個就像剛剛那個孔靈大哥講的 我看到一個人我認識我拍他 結果一拍的時候 怎麼我的手劃空了 沒有拍到那個人 那個你會不會嚇一跳 會哦 你明明知道這個地板 你踩下去可以繼續走的 可是你踩卻感覺踩不到地板 腳跨出去 那踩不到地的感覺 對 要跟他跨一下跨不到 然後臉部是麻的 臉部的話基本上那個時候 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臉 也是怎麼樣的不對稱 只知道這個頭皮 整個腦子是脹的 脹脹的 視野是有經濟往中間集中 對 中間集中 那麼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本身就是 因為你有警覺 我跟你說一般人 搞不好還沒有警覺 那是狀況 一般人一定是繼續往前走 一定就倒下去了 因為不協調了 對 一定會倒下去了 滑倒了就對了 對 拜拜